注意 夫人 夫人 侯爷 牛小妹来了 小妹 你来啦 牛小妹 拜见侯爷 不用多礼 起来 苗苗 是夫人要你去找小妹来的吗 是的 侯爷 前几天夫人说 要我请牛小妹过来 以后啊 夫人要找我呢 随时传话我就可以了 我啊 就算爬也会爬过来的 不过夫人刚刚人不太舒服 才刚走进去休息 原来是这样啊 那没关系啊 我改天再来好了 是谁要找我呀 夫人 夫人 前两天 您叫我找牛小妹来 我已经把她给找来了 是啊 夫人 你怎么整个人 越来越年轻 而且啊 越来越漂亮了呢 看起来啊 好像跟我年纪差不多了呢 好吧 你们就在厅上好好聊聊 我去巡视一下 待会儿好跟丞相会合 宋侯爷 坐吧 坐吧 坐 夫人在上 哪有我牛小妹做的份啊 你去倒茶吧 诺 她刚才叫我做 我跟她说什么 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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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结果她现在自己坐下来了 那我到底是坐好还是站好啊 我坐哪里啊 坐这边 不行啊 坐在这边 好像远了一点啊 那里子的 那这更不行了 我给你们烦了 我给你们烦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走过来又走过去 不嫌烦吗 坐吧 我 对了 夫人 你你你你找我来做什么 我找你来 不是你来找我的吗 我 这 苗苗明明跟我说 是夫人有事找我 怎么变成我找她了呢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我 好吧 那就当作是我来找你好了 我 夫人 我是因为啊 因为太久没看到夫人您了 所以想夫人了嘛 再说 我们家那口子 她就是 那口子 你养了什么牲口了吗 什么什么牲口啊 要不然你干吗说那口子 不是啊 夫人 我讲的那口子啊 是指 是指 我们家武吉 原来是在说武吉啊 嗯 我们家武吉啊 她最近不在家 因为呢 她陪那个二公子 去找那什么原始天尊了 我一个人在家 除了陪我妈之外呢 就没什么事好做了 还有啊 我们家马姐 她跟哪吒跑出去玩了 那她们俩不在我就很无聊啊 我每天呢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躺也不是 跪也不是 我 不对啊 没事干吗跪着啊 我应该站着 总是跪着不好 可是 老站着又觉得脚好酸啊 得找个地方坐 可是 我 我坐在夫人旁边 又 好了 啊 你说来说去 就是在说你无聊是不是 是啊是啊 所以啊 花园里头的那潭水 又没有盖盖子 你可以往里面跳啊 要不然 你可以爬到屋顶上 从屋顶上往下跳也可以啊 还有啊 你也可以爬到树上 从树上往下跳啊 反正 你爱怎么跳就怎么跳 怎么会无聊呢 啊 跳水 跳龙 还跳树啊 那 那不是去寻死吗 是啊 你寻死灭活 关我什么事啊 以后少来烦我 夫人 奇怪啊 这夫人 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没事干嘛叫我去寻死啊 更何况我活得好好的 我干嘛要去寻死啊 我都还没有跟五级成亲呢 我 我也还没有叫五麻一生婆婆呢 我还没有跟五级两个人生孩子呢 我 淼淼啊 我问你啊 你们家夫人啊 最近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毛病 没有啊 没有 那就奇怪了 那她刚才讲话怎么语无伦次的 而且啊 她还叫我去寻死呢 夫人她昨天从庙里回来 确实有点古怪 但其他都还好啊 你发现什么了吗 倒是没有发现什么了 只是我真的不明白啊 明明你跟我说 是夫人要找我 可是我问夫人 夫人又说是我要找她 真的好奇怪哦 淼淼 那你知不知道 夫人是为什么要找我来啊 这 对了好像 上次五大娘送来的酱菜很合她的口味 所以 夫人找你来 是想让您带点东西给她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就明白了 一定是我今天来的时候啊 忘了带酱菜了 所以呢 夫人心里就不高兴了 她不高兴又不好明说嘛 所以一生气 她就叫我去跳水跳楼了 这样我就懂了 我知道要怎么做了 刚才我要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家五妈啊 她正在那儿做酱菜呢 那待会儿呢 我就赶快回去 叫五妈装一坛 拿来送给夫人 那夫人一高兴呢 说不定会送我一份大礼哦 也会送给五妈一份大礼 还有啊 淼淼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马上就去 淼淼 我现在马上就去拿酱菜啊 奇怪 这侯府里的人 怎么都这么没礼貌啊 吴姬 这你就喊饶命了 万一遇到敌人可怎么办呢 二公子 你可吓死我了 我又没防备 你这一跃你就劈过来了 我这树枝 怎么可能跟你黄月相比嘛 我要不及时喊救命的话 万一你一失手 我不就也成两半了 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可能劈下去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柄黄月在我手上 现在是越来越好用了 我也知道它好用 天尊对你那么好 我也求他老人家那么多次了 就让我跟在你身边练 其实天尊的意思 就是让你在旁边跟着学啊 其实让我在旁边跟着学 我已经很满足了 刚刚那些招式你都学会了吗 基本都会了 那好 那我们演练新的招式 你可看好了 二公子 你怎么了 为什么 我突然间感觉胸口痛呢 借手一用 五姬 你干吗 二公子 从你的身体和你的脉象上来看 胸口憋闷 不外乎两个征兆 一 心闷 细血压抑 二 操劳过度 会造成两个结果 一个是心脏病 第二个 高血压 高你个头啊 我这身强力壮的 高什么高 真是 我是说你武功高啊 要说武功吧 二公子 又 又疼了 感觉一阵一阵的抽痛 一阵一阵的抽痛啊 一阵一阵 我想起来了 据我的经验和我的记忆 上次哪吒她娘 也是胸口一阵一阵的痛 她告诉我这叫 食指连心 骨肉相连 食指连心 骨肉相连 难道 是家里出事情了 二公子 你大可放心 家里不可能出事的 家里那么多人 怎么可能出事的嘛 对不对 吴姬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的胸口 越来越闷哪 那 怎么 怎么办 要不 咱回去 不管回不回去 总要跟天尊禀报一声才行 不用了 姬爸 你既然挂念家里 那就没办法再练更深的一层 你还是先回家去看看吧 等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 再回来好了 多谢天尊 好 咱们儿 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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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 ming 这么叫了半天 都没有一个人来理我 整个西伯侯府 空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来这里好几趟 都没有好好地欣赏过这里啊 趁这个时候 好好地看一看 这个是麒麟吗 怎么这么大个啊 钓刻得好精致啊 真漂亮 虽然这里算不上是富丽堂皇 但是这里的感觉 就是那么地净然有序啊 哇 钓工真是精致啊 我要把这个带回去 这凤的家里 一定非常地好看 太静致了 太 原来是夫人您哪 夫人 大家都这么熟了 你出来打声招呼不就好了吗 干吗站在这里一声不响呢 你知不知道 人吓人要吓死人哪 你在这里离手画脚了半天 您到底在干什么 对了 是这样子的 夫人 先前我来看您的时候 我看您心情不好嘛 所以我就回去跟我们家五妈说 说您心情不好 那五妈就说可能是您呢 太久没吃她做的酱菜了 五妈就特意去装了一坛酱菜 叫我拿过来给您尝尝 您摸摸看 好香啊 香啊 香啊 这么粗糙的东西 我才不吃呢 粗糙 不会吧 五妈跟我说啊 你总是夸她做的酱菜 很有味道 很爽口 很素雅 很香甜 很美味 我说我不吃 我想吃鱼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人做鱼给我吃 夫人 您想吃鱼啊 那您早说嘛 我那个丞相姐夫 他有的是鱼啊 为什么 您等我一下 因为呢 这江太公钓鱼啊 全天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夫人 您记不记得啊 当初呢 还是您跟着侯爷啊 去把我那个姐夫 给接过来的 还有啊 您知道吗 我那个姐夫啊 每天都要钓很多很多的鱼啊 不是拿来煎 就是煮 就是炸 我们还要加酱 加糖 加盐啊 还要加很多东西 就一只吃 一只吃 我们家麻吉也吃 我们家武吉也吃 我也吃 这有几个人来吗 是啊 就我一个人来的 夫人 只有我一个人来的话 有没有奖赏啊 有啊 每一人吃也没关系 我还有别的可以吃啊 哦 还有别的东西吃啊 西伯侯府的东西一定很好吃 想想就觉得好吃啊 赶快分我一点 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啊 好 好啊 好啊 那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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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讲了 我刚刚已经看过了 这整座侯府里面半个人都没有 你就准备受死吧 激发 你终于出现了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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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 小美 你怎么样 我姐 他 他好恐怖 他趁点把我咬死 你没事吧 你激发吕光 随着刘雅 他 别怕 别怕 怪不得了 我心又疼 眼皮又跳 你 你到底是谁 母亲 母亲在 母亲在 我害怕 爸 好 好 你保护我 我是你母亲的 我肯定保护好了 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这 二公子 她是妖怪 快杀了她 杀了我 好啊 那你就来杀我 不过 杀了我之后 你可别后悔 啊 啊 啊 他 か 啊 孟姬 孟姬 我不要 杀呀 杀 你用本事你就把我给杀了 杀 范儿 住手 二公子不可 孟姨 你的宝贝儿子 他想要杀我 你这个可恶的猫精 竟敢附身在侯爷夫人的身上 附在谁的身上都一样 我要你们一个个统统都死 范儿 先别动手 为夫要问问他 你为什么附身在我夫人身上 我们之间有仇吗 当然有 负在你夫人身上 没心杀了你吃了他 已经算便宜你们了 你们学习贺服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象你们有多么的残忍 我们没有学习贺服啊 还说没有 是你们害死完高和 我们没有啊 我们没有杀死高将军 高将军和雷震子 现在还在贺城调查贺服 被血洗的事情 嗯 你们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们没有杀高和 而且江丞相说的 全都是真的 我 二公子 他要下原刑了 快杀了他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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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让他给跑了呀 啊 没关系 他胸口 已经中了我一招 应该活不成了 看来我得好好地整顿一下 西齐内外 免得要挟会再次入侵 嗯 嗯 飞儿 你 你是这么回来的 爹 没事吧 侯爷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啊 是毛巾附在了你的身上 啊 还好 饭儿跟丞相回来了 啊 娘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 我只是觉得 人有点虚弱 啊 啊 娘 我看你娘这么虚弱 我还是先扶她 到那堂去休息休息吧 这里就交给丞相和散大夫 你们两个好好去处理吧 诺 来 夫人 姬公子 你已经康复了 这都要感谢丞相 如果没有丞相 我怎么能这么快就复原呢 还要感谢原始天尊的栽培 让我那套黄月打法更精进了 那 那当然还有我的功劳了 你还敢说呢 都是你 你带姬公子去 把我留在这里受尽折磨 我刚才差点被那什么 什么冒筋给吃掉 我要是被吃掉了 你 你就没有娘子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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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不哭了 好 乖乖乖乖 我知道了啊 我以后尽量不离开你就是了 好不好 不离开啊 可是 那也不行啊 万一我那个丞相姐夫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 你还是得去嘛 那 那我不管啊 你要答应我 以后你去哪里都得带上我 好 讨厌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大姐说 让我暗中观察你 必要的时候就出手救你 我看刚才形势危险 所以就出手帮你喽 谢谢你 秦秦 我 怎么了 你不会又死了一次吧 不错 我又死了一次 你好神奇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我的本事 你就别管了 谢谢你 你要去哪儿啊 我是要去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是谁杀了小姐全家 所以 我不能告诉她 我要去赫城的事 我要去办一点事情 反正你要监视江子牙他们 你小心看着吧 我先走了 毛巾 毛巾 这个毛巾 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我救了她 她 一生谢谢就完了 还给我下达任务 让我看着江子牙 我刚才去西伯侯府 看到江子牙 那我还能再回去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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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回去 就太危险了 干吗 江子牙 你不认为 你敢言 不要 我 他 实在可恶 贺庆祝 等一等 我们先把他看完 你说 你说 这还不是他们杀的吗 不是这样的 高将军不要激动 我们再看下去 贺兰 贺兰 稍微等一下 不是这样的 这是你用法术变的 故意骗我的 不是这样的 我也没有想到 凤雷棍竟有如此奥妙 竟然可以让远景重现 照你这么说 是他们三个杀了贺城主 然后嫁我给江丞相 二公子 不错 贺兰 是 贺兰 是 贺兰 你去哪儿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现在知道我是猫精了 难道你不害怕吗 我不怕 看见你 就如同看见了贺兰一样 谢谢你 高和 为了小姐他们全家 你居然这么用心 看来我真的是错怪 江字牙他们了 是啊 你的确错怪了我师叔 还有我二哥 既然我已经知道 是打解他们做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是 高和 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贺兰 贺兰 高将军 不要追了 他现在已经走远了 他会去哪儿 这 我也不知道 不过事到如今 这里的真相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西西 将这里的情况 禀告我爹吧 你 大姐 照你所说的 我们龙门阵的威力 已经有六七成了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是啊 大姐 只要我们练好 这个龙门阵 就算有十个江子牙 也必死无疑 等到青青回来 我们要让它 赶紧加入练习 这样才能 使龙门阵发挥威力 那等青青回来的话 我想 猫精的事情 我们可以告一段落吧 对了 大姐 猫精不愧 知道是你们 屠杀了贺兰柱吧 那只猫是查不出来的 他只知道是江子牙 他们杀了贺兰柱 就算他杀不了江子牙 他们 也着实会让江子牙 他们乱了阵脚 这不正合我们意义吗 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好 大王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我们准备准备 好 这个九尾狐 想不到你这么阴险 杀了贺兰柱 还嫁祸给别人 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宝贝长长 来吧 来吧 吃一个 师叔母 你多吃点吧 你跟我出来 万一回去瘦了 师叔该说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了 就知道我的宝贝哪吒 又贴心 又祸心 又大力 我跟你讲 我就是愿意跟你出来 我又不喜欢跟那个笨笨的舞伎出来 他就讨厌死了 真的吗 师叔母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椰上了 要不要我去给你找水喝 师叔母啊 的确是有点椰上 这一路上啊 我左吃一个包子 又吃一个馒头 左吃一个包子 又吃一个馒头 左吃一个包子 又吃一个馒头 我算了一下 大概吃了五六个了 你都吃了五六个了 你不相信 我给你看嘛 师叔母 你把二十个馒头都吃了 我吃了二十个 我吃了二十个 你不也吃了一个馒头和一个包子吗 我一个都没吃 二十个馒头 我一个人吃了二十个馒头 我吃这么多呀 师叔母 我这什么吃的 你也太夸张了吧 这是我们一天的干粮 你一口气都吃完了 我吃什么呀 接下来 我看你怎么办 芒贝哪吒 你不是喜欢摘野火子吗 咱们吃水果好了 我跟你说啊 吃水果好啊 吃完那水果 师叔母 就会变得咛咛咛的 吃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我 吃得身体健健康康的 吃得身体健康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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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模仿汉洞生呗 哎呀 够了够了 师叔母啊 我们这一路走来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我上哪儿去给你弄水果呀 到时候 连个野果子都没有 我看你怎么办 哎呀 不吃更好 我们体内环保 这样子 饿饿更健康 哼 你吃了二十个是需要环保了 我一个都没吃呢 好了好了 你个小孩子跟大人计较什么 我是大人嘞 我每天都很忙的 都在做事情 你个小孩子 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除了睡觉就是玩 哎去去去去去去去玩 我不去 每一次跟你出来都挨饿 哎去玩去啊 哎呦 我怎么吃那么多呀 哎呦我吃胖了 我相公要嫌弃我怎么办呢 哎呦是该减肥了 哎呦 哎呀哪吒你拉着我干什么呀 真是的 嗯 师叔母啊我在这儿呢 我拉你干嘛呀 哦哦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吃多了 怎么走路都忘了对不对 好吧我教你啊 看先卖左脚 哦 一二三四五六 哎呦 这倒是挺好的 一八二二三四五六 啊小 dinosaur 哎呦 鞭鞭 你竟然英魂不散的跟了过来 你们两个偷了我的仙草 害我没办法跟师父交差 快把仙草拿出来 要不然我就杀了你们两个 好啊 那你试试看啊 那就看着呗 来啊 冬瓜 宝贝哪吒 什么个东西啊 他从奴隶转出来好吓人啊 还好是大白天 这要是大晚上的 师父母 就从墓地里爬出来 变成活死人 怎么吓死人呢 师叔母啊 别怕别怕 有我在这儿呢 刚才我的乾坤圈一扔 他就跑了 师叔母啊 我的乾坤圈 可以克制他 师叔母啊 你不要怕啊 哪吒 我看 我看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我一趟要跟上来怎么办啊 我们要赶快把那仙草送回去哦 师叔母 我们快走 走吧 宝贝哪吒 那个山脚下有一个饭馆 里面买得很正糟的羊肉汤 好好吃啊 我们赶快去吃一碗吧 师叔母 我都饿坏了 我们快走吧 赶紧去吧 快走 看那小子傻不拉鸡的 想不到 他使的那个乾坤圈这么厉害 这下要动回仙草就难了 怎么办呢 他吃 是 二姐 你回来了 亲妹 你回来了 凤妃 好久不见了 来来来 快坐 凤妃 坐呀 大王 小心 二姐 你疯了 到底是谁 我没疯 你看我是谁 是你 猫精 你为什么要变成我二姐啊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太卑鄙了 我过分 我卑鄙 那你问问妲己 深宫暴 凤青妻 他们杀我小姐全家的时候 难道就不卑鄙吗 你都知道了 是 事情经过我全部都知道了 妲己 想不到你这么的恶毒 故意假扮江子衙的模样 杀害我小姐她们全家 还嫁祸给她们 还假装好意来帮我 你这根本就是一石二鸟之计 你太阴险狡猾了 狡猾 说到狡猾 我可是狐狸 我只能承认 如果我们狐狸不狡猾 那早就绝技了 倒是你这只猫精 也不笨嘛 我当然不笨 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 别认识 行 猫鸡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回事 大王 鱼青 你手受伤了 你是不是我二姐啊 我都搞晕了 好 我当然是青青了 好了 别多说了 大王受伤了 赶紧去看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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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们在这儿等着吧 我去找猫鸡去 好 大王怎么了 他被猫鸡抓伤了 大王 怎么办 他全身都冰冷了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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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把他带回我的房间 我给他疗伤 干吧 这三个妖怪法力这么高强 我真不是他们的对手 看来只有回去见江子牙帮忙 看能否消灭的 这成竹和小姐报仇 原来是个猫精 大弹妖怪 竟敢在宫中出没 老夫现在就收了你 长一 大弹妖怪 大弹妖怪 来往前 大弹妖怪 好 往前 老夫已经将他打死 你再打 岂不把他打成肉架了 太师有所不知 这只猫 它有九条命 你说什么 猫有九条命 这怎么可能呢 它已经被我打死了 太师 你现在相信了吧 这是怎么回事 方才宫里突然来的是只猫精 大王为了保护妲己娘娘 已经受伤昏迷了 大姐 大姐 是不是消耗了你很多宫里呀 是的 大概损耗了几百年的宫里 这可怎么办呢 臣文仲参见王后娘娘 文太师不必多礼 听闻大王受伤 特来查看 经过本后和两姐妹相救 大王已经相安无事了 如今是没事了 谁能保证将来永远没事呢 殷商的王公 岂能容妖孽 自由出入 你 王后 此事你将如何处置啊 太师多虑啊 凤妃和玉妃 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大王 妖即是妖 起来真心实意啊 你 文太师 你别以为先王已重你 大王尊敬你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忽言乱语 我告诉你 我凤卿卿可不怕你 哼哼哼哼哼 儿子 这是真心的 还会想帮助大王尊敬你 那我就 tan小事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